現在網路上你要跟人家撈資料 其實這是說有價的 像剛剛講的個資的問題 現在有個資保護法 所以你也不能亂做 所以變成說你要去跟人家買 那買資料也有管到 後來發現給的資料都還蠻正確的 他們是有測試過 試試打打看這電話是ok的 而且賣的還不算便宜 因為一筆資料 有些甚至一個人資料各自一塊錢 如果你要一萬個人的話 你要一萬塊 但是他資料 我印象中 我根據朋友的訊息 就說這個大概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可以用的 他是要怎麼來的 對不對 那當然我們不知道 我們沒辦法深究 不過可想而知 他一定還是要先取得一些來源 那其實最簡單的來源 比如說你網路上也很多東西 也許你可以去爬 把它爬下來 可是問題 你如果用人工去爬的話 竟然蠻浪費時間 你有沒有辦法把什麼網路上面 有的你就現有的就可以把它抓下來 但抓的話 要什麼方式快速的把你要的哦 比如這個網頁一堆資料 但是你的資料剛好就在很多地方 散在很多地方上面 那你要怎麼快速把它找出來 首先的話呢 你們必須要有那個剛剛講的 正規的表示法的相關概念 所以哦 我有把這個正規表示法的這個圖哦 把它放在這個相關的這個 這個對照表哦 我弄個圖表 當然你網路上你也可以找一下 正規表示法的那或者書上面好像有 正規表示 我記得好像第三章裡面也有 那裡面的話呢 最重要就是有幾個關鍵的哦 比如我要表示什麼 第一個哦 你會發現這個符號是什麼意思哦 這個星號呢 特別是哦 也就是表示前面這個字 它出現的次數是在0次或多次哦 關鍵在0次 也就是它沒出現沒關係 OK 0次或多次 那就是加個星號 就是A 所以呢 那後面的話是B 假設我這個 這一個方式的話 要找的話 最後找到哦 這個可以會找到 有沒有 它這個字串裡面呢 因為有A 0次 到多次 然後B的話出現一次 有沒有 這有 這個也OK 那這個呢 有沒有 全部都B 因為A呢 它出現0次 BBB也算是哦 所以底下第三個呢 它也符合 但是呢 你會發現哦 如果今天呢 用加的話 假設哦 我這邊後面A變成加號的話 那這個就不出現了 為什麼 因為B的話 意思是哦 哎 你會發現它 它只有一個地方不一樣 至少出現一次的話 那就用加 那如果 不管有沒有出現 0次或多次 用那個星 用那個星號 這可能要特別小心 因為 正值的表現 很多人一看 眼睛都花了 非常有情況下 它那個出現一次或是多次 0次或是多次 那這樣有寫跟沒寫之類的 沒有啊 如果你0次多次 沒有啊 你A 比如說A星 B星 再來的話呢 就是說呢 在 大瓜虎的話呢 就是出現 幾次到幾次哦 OK 所以 這個就是 底下有範例啦 不過你大概可以猜猜 它有些只是 舉一定的例 後面我們會 直接拿那個 比如說像電話號碼 或者像email信箱 來說明 那另外的話呢 就是第三個是中瓜虎 就是 某個區間範圍 像A到Z 總共有26個字母 那你不可能全部打出來 所以你就打一個A 1-Z 它就是大寫部分 那加的話呢 有沒有 它後面有個加 意思是說呢 它會出現 A到Z的大寫 至少一次以上 那你就幫我把它找出來 OK 意思是這樣哦 然後呢 拖曳資源部分的話 常會遇到就是說 如果你是一個點 有沒有 像前面點 或者像怎麼單引號 雙引號那些 一定要加一個反斜線 這個拖曳資源 另外的話 還有這個符號 或者是說 如果它本身就是反斜線 那你前面呢 就一定要加 再加一個反斜線 那其他的話 還有什麼呢 點的部分 任何 一個字圓 也就中間的話 會出現某個字圓的話 這個有點像是 我們之前那個 如果在Excel裡面 它有個問號 其實就是問號 一個 中間如果哪個字 反正就有一個字出現的話 那就幫我找出來 那底下的話呢 我們實際上 以那個 就是說 我要找什麼 比如說我要找那個 Email信箱來 來做說明好了 比如說我今天 第一個 我上面的話會 有一個 已經幫我下載下來了 這個大概就是網頁的模擬 假設呢 以 這個DIV 有點像我們 Beautiful Super 抓到這個部分 那我希望把什麼呢 這個網頁裡面的 Email信箱 Email信箱 所以你會發現 Email信箱的話 你這邊來看 這邊至少有這個一個信箱 兩個信箱 那如果說我今天 要用那個 這個正規表示法 把這個資料抓下來的話 首先特別注意 你要觀察 它這個 在這個小老鼠前面的 這個字串 它一定有一些相關的 共通性 就第一個 它一定是英文字跟數字 英文的話有可能有大寫 也可能有小寫 所以如果我用正規表示法的話 那你特別注意 底下 你可以寫成這樣子 有沒有 一個中國阿虎 然後呢 小寫的A到Z 大寫的A到Z 意思是說我包含這些字 然後呢 0到9 另外的話 如果有底線 有點 有加 有減 這些都包含 OK 如果有這些字的話 你先幫我 這就符合條件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在串接 後面的話 加 意思 加的話 意思是說前面這個是一個字以上 也就是說 在小老鼠前面 的這些字 你不能說這邊 如果它你用信號的話 變成說呢 它 如果小老鼠前面沒有帳號的話 那不行 所以這邊一定不能用信號 只能用加號 OK 也就是說 前面那個中國阿虎裡面 我的範圍 一定要是一個以上 那再來的話 一定要串一個什麼 串一個小老鼠 所以裡面一定要會有個小老鼠 再來的話呢 底下的話 後面規則的話 也是 有沒有 需要的 再來的話 這個後面 小老鼠後面的話呢 它可能也是 英文的大寫小寫 然後數字 一個以上 在中間有沒有 再加一個什麼 點的話 這個點一定要 反斜線點 因為要拖曳資源 再來的話呢 我們後面就不管 反正後面呢 只要有個點 COM 或者是點 ORG 等等的 所以後面的話一樣 就是 大小寫 然後呢 再來就是 我的這個 看其他符號 後面的話一個以上 再來後面這些不管 點TW有沒有 其實就不在 我們要 如果你一定要點TW 那你可以在後面再加一個 就是說 點之後的話 再一個 就是 這個這個 點TW 或者其他的 那我們來試一下 這邊把它執行 給各位看一下 那你會發現 如果我 要找出什麼 符合這個規則的 在這個網頁裡面 有多少個 把它執行一下 那你會發現 因為這個網頁裡面 總共會有這一個 找到 這個是符合的 這個是符合的 那他就幫我把 這兩個東西呢 幫我把它什麼 把它列印出來 把它放在這邊來了 OK 所以 特別是 這個只是一個規則 我們利用這個規則 把我們要的東西 把它爬出來 那 Email信箱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如果你要找到 在這個資料裡面 它裡面有 有包含什麼呢 前面是數字 後面是圓的資料 前面是數字 後面是圓 那怎麼敘述 底下的話 如果你用RE的話 記得也是什麼 加一個中刮弧 裡面的話 反斜線D 反斜線D就是 裡面是放 數字的部分 然後加的話 是一個字以上 也就是說 它的是 至少 至少是 一塊錢 兩塊錢 一個字 以上 這個網頁裡面 有360的話 就把360抓回來 然後 後面一定要是一個圓 這個字 符合這個規則的資料 幫我把它抓回來 最後的話 我只需要360的話 最後我是把它Split 把那個圓的部分 切掉 然後留下360 輸出就可以看到這個結果 OK 那其他的話 還有就是說 類似的規則 像圖片的網址 這個還蠻常遇到的 假設說 你希望把某個網頁裡面的圖全部抓下來的話 那它的開頭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HTTP 兩個斜線 後面的話 串接 假設說它是哪個網站 所以呢 哪個網站 一個英文嘛 一個點有沒有 所以 Test點 然後後面的話 在一個字以上 在一個後面點的話 如果它的副檔名呢 一定要是JPG 或者是PNG的話 JPG或PNG的話 如果它符合這幾個單字出現的話呢 就幫我把它抓下來 把它抓回來的話 我希望把它全部列出來的話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底下 就可以把這些 總共會有 三個 那個圖檔 如果三個圖檔你抓到 其實就可以把圖給存檔下來的 OK 所以其實 在這個書裡面也有提到 那個相簿 要把它抓 抓圖下來 其實也是用類似的方法 這可以把那個網頁上面的圖給全部抓下來 那再來的話 那是電話號碼 電話號碼如果說它裡面有什麼 有那個 04一槓 後面有八個字 另外的話有09 然後37後面一槓 然後有六個字 那我要怎麼敘述 你會發現這個d 它前面2.4的話 意思是說 它的字的長度 兩個或四個都可以 所以你會發現 這邊的話呢 兩個也出現 四個也出現 那 後面的話呢 你會發現這個有個問號 問號的話呢 是 前面 問號那個表沒出現 問號是說 這個前面這個瓜糊 瓜糊前面有個脫移次元 這個瓜糊呢 它可有可無 所以這邊的話呢 但如果說我今天把它改成加號的話 加號是一定要出現一次喔 如果說我今天把問號改成加號的話 那就變成一定要出現 一定要有瓜糊 所以如果我把剛剛的問號改成那個加號的話呢 你會發現喔 剛剛那個09有沒有 手機號碼就不出現 因為一定要有瓜糊 如果沒有瓜糊 那就不會幫我抓到 OK喔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喔 也可以試著把這上面的那個相關訊息喔 可以把它改一下 比如說你這邊也可以把它改成信號看看 比如說它這邊出現0次或一次以上的話 那假設符合這個規則的話 就幫我把資料抓 所以其實剛剛那個範例裡面用的是問號 其實你也可以用信號 OK 信號意思說前面那個次出現0次或多次 也就是它曾經出現過 這個地方如果你用加號就一定要出現至少一次喔 OK 這個可能是必須要注意的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我剛剛這個sample呢 我有把它放在那個雲端上面 這個第幾頁 第十頁的地方 畫面呢 先還給各位 那這個sample呢 我已經是先把那個某個網頁 先預先把它變成一個字串 這樣的話你們就不需要再特別去抓這個部分 你就不需要再用那個什麼request 再用beautifulsq在抓 也就是說這個就是已經抓完了結果 我把它放在這上面 那你又針對這個字串呢 抓取我們要的四個東西喔 OK 最常被抓啦 像第一個 就是email信箱 第二個是你要抓多少錢 第三個是抓網頁上面圖檔的這個位置喔 然後還有在他的電話 電話當然有包含就是說 他是室內電話跟手機 OK 總共會有兩個東西喔 那我建議啊 也許可以試試看 找個那個網頁上面喔 看看有沒有 一定網路上也蠻多類似的網頁 那你如果假設你希望 找他裡面的什麼 email信箱 也不要聯絡 然後 諸如此類的甚至是 我先給各位可以試試看 像那個 抓取那個某個網頁上面的圖檔 並且把它存檔 我們目前是沒有存檔 存檔後面喔 其實書上有 相簿的那一個 地方喔 可以試做看看 比如說你要抓 寫一個什麼 爬取喔 那個網頁上的圖檔 自動幫你全部存檔 比如說你看到 某一個網頁上面 哇很多的那個照片啊 你覺得 很想要把它全部抓下來 但如果你要抓的話呢 你可能就要變成 直接 手動嘛 有沒有 按右鍵嘛 然後另存圖檔 一個、兩個、三個 哇 如果裡面圖可能有 上千張的話 那怎麼辦 你把它抓到封掉了 所以你可以 用剛剛的方法 r1.5 然後把它裡面的那個圖檔 全部的位置都找出來 再跑一個回圈 把它另存新檔 另存新檔很簡單啊 就是直接用那個 用request 直接把它抓下來之後 再save as 存檔的話 給它副檔 你看是.jpg呢 還是.png 這部分的話 請各位試試看